台北市交通大隊統計 台北市的駕駛人拒絕酒冊的建數 正在逐年增加當中 儘管依罰可以開罰9萬元 但是有些人寧願被罰 也不願意接受酒冊 把罰單當成是逃避酒駕刑責的護身符 2016年10月 一名流行男子開車行進台北市市民大道 車停在紅線 警方懷疑酒駕上前盤查 他卻把自己鎖在車內不理會 警方以拒絕酒冊為由 開除9萬元罰單 男子提起訴訟 台灣高等行政法院 以人民沒有無端接受酒冊義務 判決流行男子免罰 引發極大爭議 而台北市交通大隊近日在執法時 發現這樣拒絕酒冊的個案越來越多 警方表示 要是民眾拒絕酒冊 而直接將車開走 事後一樣依車牌追人 一律依法罰9萬元 但光是台北市 104年就有689件 105年1047件 106年1026件 年年攀升 民眾寧願吃下9萬元罰單 來規避因為酒冊值可能超標 得面臨的刑責 民間團體表示 其實去年在各方努力之下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凶政案 加重酒駕罰則 包括拒絕酒冊罰還直接增加 一倍變成十八萬 修法還新增處罰 同車乘客連坐條款 法案早已在立法院通過一讀 也完成政黨協商 民間團體呼籲 加速排入議程以重罰 遏制酒駕 記者綜合報導